臣华人民珍货贵 珍亚人民珍货 今天等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博 努力奋斗 199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 如今六十年光阴过去 这座建筑依然那么庄重典雅 与周围的建筑景观相得一张 构成了天安门广场浑然一体的 灰红气韵 1958年8月 中共中央提出 要在首都建十个经典工程 展示新中国的新面貌 人民大会堂被列为十大工程之首 此时 据1959年国庆只剩不到四百天时间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建起十座大型建筑 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 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 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表 就会明白 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建了七年 日内瓦万国公建了八年 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 悉尼歌剧院用了整整十四年 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 来自全国十七个省市的 33位顶尖建筑师云集北京 上万名建筑工人参与时工 数十万人次参加义务劳动 人民群众 用智慧力量与爱国热情 创造出了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从这一张张坚毅 且充满激情的笑容里 今天的我们 依然能够被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深深打斗 社会主义基盘制度 在有着六亿多人口的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 是一件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激发起万众一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前激情 和冲天干劲 石油是工业的蓄业 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工业 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的需要石油 持续对我魔进行经济封锁的西方势力断言 中国是个贫油国 发展工业一定会被石油卡脖子 但中国人就是不信这颗鞋 一批批地质学家和年轻的地质勘探队员 在荒原 在戈壁 在一切可能的地方 跋山涉水 寻找石油的踪迹 1950年 返回祖国的地质学家李四光 出任地质部长 他依据自己和潘忠祥 共同创立并发展的 路向生有理论研究认为 应当把柴达木盘地 四川盘地 华北平原 东北平原等地区 作为普查找游的靶区 1959年9月底 中国石油勘探队 终于在东北松辽平原的 黑龙江赵州县境内 打出第一口文产油紧 此时刚好是国庆十周年前夕 人们就把这个油田命名为 大庆 1960年 中央批准了 极调四万建设大军 开展大庆石油会战的计划 当时的环境异常艰苦 设备不齐 没有公路 供水供电设备严重不足 几万人的队伍一拥而上 能否在荒凉的大平原上站住脚 就是个大问题 这位被誉为铁人的 1205钻警队队长王进喜 用钢铁般的意志 和拼搏苦干的作风 把自己的名字和大庆石油会战 紧紧连在了一起 大庆石油会战开始后 在没有装卸设备的情况下 王进喜和他的队员们 靠着人拉肩扛 硬是把60多吨重的钻机 搬运到了警场 并安装了起来 由于地藏压力太大 第二口井达到700米时 发生了井喷 危急关头 王进喜带头跳进 简性极强的水泥浆池 用身体搅拌水泥浆 最终制服了井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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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是有工人多荣耀 口袋里飞走天涯 走天涯 走天天下河马鞋 面影座的大工大 下流江边云照样 昂昆仑山下送晚乡 地不怕地不怕 光学雷电人最大 我为足够坚持油 那里有石油 那里就是我的家 经过三年多分战 1963年当年 大清油田产原油 达到439.3万吨 占全国原油产量的 67.3% 这一年的12月2日 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上 庄严宣布 我国需要的石油 现在可以击本自己了 中国终于把贫油的帽子 甩到了太平洋里去了 1964年1月 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大庆成为了新中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中国的辽阔农村 也同步创造着今天动地的伟大奇迹 泰山霹零的龙龙炮 把我带进了太行山南路的 河南省 这些妖际绳索 如猿猴般在悬崖峭壁间飞来飞去的人 并不是在做什么特技表演 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这数百米高的峭壁中间 修出一条水渠来 把一百多公里外的张河水印到林县来 这就是著名的银张入林工程 人们都叫它红旗曲 要想在金硬的沙岩上凿出一条宽八米 深四点三米的主干曲 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一根绳索细于腰间飞檐下茜 如壁虎般赋于局壁之上 打钢签凿炮盐 这看似洒脱的一举一动背后 时刻面对着的却是生死的考验 排险突击队队长任阳成 曾先后四次身负重伤九死一生 早起就把被子包住了 到工地去排险以后 猪回来就回来了 你就很难受了 对你说说这么淡起来 我要复生摧毁以后牺牲了 我颠开别人颠开我的被子 跟棺材里边夜饭 那不就回老郊去了吗 披开太行山 披开太行山引来章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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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硬是在微卧的太行山上 开造出一条总长达一千五百公里的人工天河 红旗群 千百年来 林县人民游戏 可望水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 这条盘终于得以实现 这条盘终于得以实现 林导下 从1953年开始的五年时间里 他们总共累起了 长十五公里的一百八十多条大坝 将三百亩坡地 垒成了水平梯田 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 于工移山 改造中国 成为这个火红年代 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 用二十年时间 基本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 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 在世界上 西方国家做到这些 经过了二百年的时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 国际形势 出现新的漏洞 中国中共形势 骤然紧张 美国对越南北方的战争 逐步扩大 中国经济工作的备战问题 摆到党和国家重要意识 日程上来 1964年5月27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专门研究三线建设问题 所谓三线是按地区划分的 第一线是沿海 第二线是中部地区 第三线是后方地区 包括西南的云贵川 西北的陕甘明清 这年六月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 就有战争的危险 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 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仗 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 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 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中央很快就确立了 立足于战争 从准备打仗出发 加快三线建设的基调 就在中央加速三线建设规划的同时 一大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也加入到了西圈的行业中 而交通大学的西圈之路 却来得更早一些 一九五五年 党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的主体 由上海迁至西安 向现代科学进居 建设大西北 抱着这样的理想 交达师生们激情澎湃地 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据统计 交达在侧的七百六十七名教师中 前到西安的有五百三十七人 占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多 国家之需乃我辈之责 几十年现身大西北建设 他们拧住起胸怀大局 无私奉献 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间精神 二零一七年 部分西间教授们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 讲述了奋斗几十年的心理化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在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他们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信中写道 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 传承好西签精神 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总书记的音音叮嘱 让老教授们感到十分分断 总书记有提到 爱国奉献五元五会 都是西签精神的提醒 我们要在新时代 找出我们的奋斗目标 再来成功 在当年的诸多三线建设项目中 毛泽东最为牵挂的 就是潘之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了 他曾特别强调 潘之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 要快 但不要潦草 潘之花搞不起来 我睡不着觉 这是1964年5月的潘之花 沉寂了亿万年的花生年历 响起了隆隆的开山炮声 潘之花从此揭开了 惊天地气鬼神的人类壮举 属于万计的建设者 带着仓促准备的行囊 潮水般涌进金沙江畔 在没有城市依托 不通铁路 气候恶劣 物资齐缺的艰难条件下 建设一座大型钢铁基地 太何容易 三块石头架口锅 帐篷搭在山窝窝 天坐罗杖地式床 野菜盐巴下干粮 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数十万建设者 用了五年的时间 硬是在荒芜人厌的布毛之地 建起了一座 举世瞩目的钢铁企业 1970年7月1日 潘之花迎来了第一炉铁水 飞舞的钢花格外壮观 就在同一天 成坤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成坤铁路全长1096公里 沿线地形和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多国专家断言 这里是新路禁区 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中国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与意志 驻路大军用鲜血和汗水 浇筑铺就了这条非凡的钢铁之路 在修筑成坤铁路 1096公里的铁道线上 共有2100多人牺牲 行距每500米 就留下一位烈士的阴魂 三线建设的开展 较大规模地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 改变了三线地区比较落后的局面 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雷锋一个因共牺牲的普通解放军战士 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郊玉露 身患肝癌忍着剧痛 带领兰考县干部群众 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 被栏靠人民誉为党的好干部 人民的奉献 英雄的事迹 流传下来感召的一代又一代后来者 人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当中 形成了大庆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 和西千精神等一大批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建设精神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革命精神的谱性 向现代科学进军 这是新中国建设浪潮中一个响亮口号 1960年 还是湖南省农业学校教员的袁隆平 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技术 在那个年代 水稻的平均摩产只有100多公斤 粮食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十余年公关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 在1975年把水稻平均摩产提高到了300公斤 今天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还在不断突破 第三代超级杂交水稻 可以把亩产提高到1000公斤 1965年9月17日 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 图幽幽 因为发现氢酵素这一治疗瘧剂的特效药物 它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项研究的起步始于1967年5月23日 在那一年中国启动了研发抗虐心药523项目 五年后 图幽幽团队与其他机构合作成功研制出氢酵素 这类药物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让人民大众身心健康 不仅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 也是一个国家理应担当的使命 中国曾是世界上血腥虫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2个省市自治区 以千万人口患病 上亿人受到血腥虫病的威胁 1956年2月17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 一定要消灭血腥虫病的号召 1957年6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了 江西省渝江县率先消灭血腥虫病 毛泽东看到报道 浮想连篇也不能寐 欣然提笔写下 七绿二手 宋温神 春风阳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顺遥 红雨随心翻坐浪 青山着翼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除落 地洞三河铁碧遥 解温温君与河网 直传民主照天烧 1965年 毛泽东发出指示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放到农村去 于是赤脚医生应孕而生 新中国 以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为依托 建立了一套崭新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工业化任务繁重的情况下 以有限的资源 实现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全覆盖 就在新中国建设发展更争日上的同时 我国的对外关系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能会议 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 六十年代 在与国际霸权主义斗争的同时 积极发展同广大亚非拉国家关系 改善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照片中这位仰天大笑的人 就是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 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 透过这张照片 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这开怀大笑所蕴含的自信和豪情 经过不懈努力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以及主持正义的其他国家支持下 1971年10月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 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 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 这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 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这对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2年2月21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 抵达北京 两国领导人的手 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 握在了一起 当天下午 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 这位导演了这场改变世界格局重大事件的决策者 微笑着对尼克松说 我们俩主要谈谈哲学问题 具体的事情让他们去解决吧 六天后 中美双方签订了联合公报 两国关系正常化 开始起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中国掀起同世界各国建交的高潮 在此前后 同中国恢处和建立外交关系的 还有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四十多个国家 西方国家 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封锁就这样被打破 一个崭新的外交格局出现了 截至1976年底 中国已同世界上一百一十个国家 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了寓意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舞台上 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主持正义 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1963年 毛泽东有感而发 填了一首满江红的诗词 多少事从来集 天地转 光阴破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是的 在一个激情燃烧的伟大岁月里 一万年实在太久 新中国必须风雨兼长 只争朝夕 一万年太久 还是不在意 一万年太久 他不在意 最悲惑 但是 一万年太久 之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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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